丁姐妹早晨,主内平安 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天婦来到你面前,我们感恩 因为你让我们不单止有福气、有恩典 可以来到你的殿当中去敬拜 亦每一次我们看到年轻的敬拜队 他们可以兴起地去服侍 我们为着神家去感恩 求主你这一刻去帮助我们 各人我们要去预备我们自己的心 我们不单单在这里领受 更加预备我们可以怎样去回应主 去服侍主,为主打拿更美好的象 继续求你使用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 特别帮助弟兄姊妹 不单止空空的来 让我们可以饱足的出去 亦使用女儿成为主你话语出口 成为你的器皿 多谢你,今晚讨告奉主命求,阿姆 好,大家记不记得我有三个孩子 我的大儿子 我的大儿子,先描述一下 他很喜欢做运动的 他参加很多活动的 甚至放很多时间在这些活动里面 不单是运动,是活动 是很多的活动 过去我们用了很多不同的威逼利的方法 希望他不如咳嗽一点 放弃一点 每一次他说咳嗽,他就很大反应了 每一次说咳嗽,他好像不知怎样 又加了一样 所以久而久之,我们很少再说咳嗽的 他只是说,你自己好好管理你的时间 说来我都浪费了 有一天,刚刚九月 九月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见他早过回来 我就问他,你这么早回来? 你不用要放学之后参加某某活动吗? 他说,我都停下了 我说,你为什么都停下了? 很愕然 他说,因为我接下来要考DSE 因为他明年就要考DSE 我现在要好好预备自己 我就是哈利路亚的主 因为不用我说了 他自己预备 是因为进入DSE 他要好好地准备 不知道大家能否认同 其实我们人生每一个阶段 我们都需要准备我们自己 好好预备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不预备 我们很难去面对下一刻 很难去面对另外一个阶段 譬如我们回来崇拜 我不知道你没有预备自己的心 其实崇拜要预备 甚至做侍奉者也要预备 崇拜之前 其实无论AV、敬拜队 甚至私事 他们很早回来预备 又或者可能再加上你又有孩子 你很小已经帮他预备 幼稚园你已经想着 帮他怎样找一间幼稚园 小学就是怎样去考试小学 现在的情婚事 可能就是去考试中学 然后像我儿子那样 DSE大学 每一天都是要预备 甚至因为要预备 应付考试测验 每一天都是不断的温书 练习、补习 目的是什么呢? 考好的试 考好的成绩 到了大家出来做事 我想大家都要预备 预备是什么呢? 预备找一份好工 预备很好的面试 你才可以找到一份好工 或者到了人生 另一个阶段 可能拍拖了 成家垃圾了 你要组织家庭 其实你也要预备的 如果你不预备 其实你的家庭 可以产生很多问题 到了晚年了 近这十几二十年 其实听得比较多一些 我们要好好预备 我们的退休 以致你什么? 安向万年了 很好有的退休生活 其实我们人生 每时每刻都好像在预备 但是不知作为信徒的你 你有没有好好去 为你跟随主的路 去做好预备 原来跟随主的脚踪 我们要好好预备 十二章 答案十二章 差不多是一个 终末的讲论 十二章开始 四节五节 耶稣提醒一帮门徒 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要预备的究竟是哪一位 还没看到 预备的是哪一位 十二章 这边有没有看到的? 看不到 十二章四节五节 耶稣里面讲到 教导门徒真正要具怕 和要敬畏的 其实是主自己 是那位死人有权兵 能够兵在地狱火里那位 所以提醒门徒 不单止你要为事逢 为神生活去做好准备 你为事逢去做好准备 你更要为主在来的时候 要做好准备 上星期志全牧师跟我们讲到 如何在地和天里面 我们要好好预备 就是说到一个好好运用金钱 如何好好去管理我们的财富 如果我们明白 其实人很有限 属地很短暂 当我们发尽很多心思 地上生活的时候 只会让我们日积月累 有很多忧虑 所以反正 如果我们花心思 在主的工作 寻求去国的时候 以天上为生活的原则的时候 原来我们所得着 是更加美好 今天和大家会分享 12章35到59节 在一个末世的讲论的时候 耶稣教导门徒 面对末世之时 要如何准备作好提醒 以至主在来的时候 当他评审我们的生活言行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言行 能否好好去荣耀神 说到末世 说到主在来的审论的时候 其实在犹太人信仰 他们不难明白 他们知道人子会在来 主会在来 主在来的时候 其实代表什么呢 代表一个审判 亦代表一个救恩的来临 今天的经文比较长 我尝试分开三个部分 先请大家帮忙读出 35到40节 当我们面对末世的时候 我们首先如何尝试准备 一个警醒等候的心 我们一起读 预备1、2、3 你们要束紧腰带 灯也要点着 好象仆人等候自己主人 从婚宴上回来 他来后门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些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会叫他们坐直 自己束上腰带来事后他们 或是半夜来 或是天亮之前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些仆人就有福了 你们要知道 一家的主人 若知道拆什么时候来 就不用拆刮穿房屋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在你们上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在这个讲论里面 耶稣不单止 刚才讲到 之前的讲论就是讲到天和地 现在的讲论就是转移到 今世和末世的情况 提醒门徒要怎样去等候主 等候主的时候 究竟要有什么态度 为什么要等 怎样去等 还有等候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我尝试在这几节的经文 做了一些整合 你会看到 三十五节和四十节去对应 三十六和三十九节去对应 我一会慢慢详细去讲解 当我们去看到 如果你们门的时候 我们看到不断重复出现 出现了五次 说到主是对一帮跟随他的人 是一帮信主的人 你怎样去留意 怎样去警醒 怎样去等候 三十六节告诉他 为什么要等 三十五和四十节 讲到一个 等候的态度 不单止出了腰带 就是要点灯 为什么因为这个主人 上不到的时候 就要回来 三十六节告诉他 一个背景 为什么要等 就是这个主人 出了去 外面参加一个婚宴 而他可能会随时回来 所以他会随时叩门 作为仆人 你就要立刻开门 而这个主人在三十九节 告诉他 用了一个比喻 就是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是你不知道的 如果你知道 就像一个财的比喻 如果你知道 你家里不会有财 所以作为仆人 你就要去做一个警醒 就是等候主 随时回来 随时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三十七节 三十七节 上任三十八节 主人看到 如果这个伯人 去警醒等候的时候 这个伯人就有福了 他就会有赏词 讲一下这个赏词是什么 首先讲一下 怎样等待 在这个等候里面 在第三十五节 告诉我们 等候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 第一就是要尝作准备 在这三十五节 给我们有两种很重要的字眼 一个就是束腰带 一个就是灯也要点着 束腰带就是当时 在东方的人 都是穿着长袍的 如果去做事 是很不方便的 一定要用条线 去绑着衣服 就是尝作准备的意思 而在NIV 就是另外一个版本的直译 就说这群伯人 是穿着整齐的装饰 去等候服侍这个主人 意思是什么呢 表示一个持续预备的状态 随时准备的了 随时准备好了 随时要做的了 而点灯也要点着 其实意思是 那些灯是亮了的 你不要让一盏灯关掉 就是要持续去看着这盏灯 不要让它关掉 以前的灯是用一些线 就是点着油 所以其实很容易烧光 也很容易用完 所以作为一个看守点灯者 其实要警醒 什么时候要加线 什么时候要加油 所以要很警醒去预备 而且如果以前是很黑的 那些村落 他们怎么去迎路 其实是透过天象 星、月亮 去迎路回家 如果远处有少少的灯光 他们就很容易承认了 那条路回来 所以作为一个仆人 如果等候主人 其实就要好好去预备 去警醒 去等候主人回来 日常生活 其实我们都要 经常有这个准备 作为一个妈妈 我自己也有一个准备 最近我小儿子又发烧了 每次都说到之前 就不知为什么有发烧了 轮着命 小儿子又发烧 发烧的时候 如果作为妈妈 有经验的时候 其实你要打醒 十二分精神 为什么呢 因为你也听老人家说 不要让他烧过笼 烧坏路 所以经常都要留意着 是睡不着觉的 就是查看着他 烧到多少 不可以早给他吃退消药 因为早吃是怎样的 伤肝的 所以你不是乱乱 给他吃退消药 你要去查 可能去到某一个度数 你就去查 如果吃完都不行 你又要再加药 所以是要继续去看 又或者 原来他出了新汗 你帮他抹 你不抹的时候又怎样的 接着就会 会放在身上就会凉了 所以作为一个妈妈 看守着一个患病 就是病了的孩子 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今天我们面对主的状态 也是一样 一个持续做好准备 一个打醒十二分精神 就是这样的意思 神要我们要去做好准备 三十六节到四十节 说到这个主再来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这个主人 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可能会迟回来 在第三十八节里面 他说到 这个主人可能是半间天回来 可能是天亮之前回来 不知道 不过知道一样东西 他在和合本 二间天或三间天 其实以前罗马人或希腊人 他们会将一日分成三间或四间 而半夜或者天亮 其实是人最弱最疲惨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说 半夜要上来看小孩 是最疲惑最疲惨的时候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如果那个主人说明就好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等待家人 你什么时候回来吃饭 可能九点 可能十点 原来迟迟都半夜三间才回来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可能作为父母的 如果盡责 不要说盡责 每一个父母的盡责 就是有些父母很疲惨孩子 回来就要兴热点饭给他们吃 做热点汤 所以等他们什么时候回来 预备定 招呼定他们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 心灵最软弱最疲惑 不过可以一样东西你知道 总而言之 这个主人就一定会回来 不过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而他用什么方式回来都不知道 所以耶稣就用了一个小偷的比喻 其实是突然间的 突然间回来 所以提醒门徒要打好十二分精神 当门徒在一个等候的状态 好好去预备定 好好去警醒住 去接待的时候 当这个主人回来 37章讲到 这个主人看见仆人这样做 38章看见这样做 这个讲到他们就有福 这个福是什么呢 37节下半节告诉他 他说主人会叫他们坐直 然后自己束上腰带 前来事后贪汶 我们看到一个很反常的图画 现象 博人事后主人 是不是 你觉得很理所当然 反过来 你服侍得好 所以主人说你坐在这里 我帮你抹脚 我帮你洗脚 我泡茶滴水给你 我觉得是很反常 对吗 不过这里很想告诉你 原来主的福气就是这样 原来当你在神里面 去用心 去忠心 去警醒 等候去预备的时候 你忠心去作的时候 神是看到的 神赐你的福气 是超过你所想所求 甚至是以你意想不到 不是你逻辑里面 去想得到 你没有想过 神会这样去做 神会这样去恩待你 我也分享一下自己的一点 过去侍奉一段时间 我发现 其实我可以 跟大家作见证 我过去侍奉里面 终于面对很多不同的艰难 我可以说 神的恩典 是多过我所想所求 甚至超过我所想所求 所以为什么能够 保持着侍奉 是因为 神的恩典多过我 多过我的能力 不是我的能力 是因为神的恩典 足够我用 所以顶姊妹 我不知道你没有好好 就是保持一个警醒 紧守的心态 去迎接主 一个保持警醒的心态 其实可以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去反映 那个人是否亲近神 那个人跟神君是好不好呢 其实你跟他日常生活是看得到的 那个人有没有灵修呢 有没有读经呢 有没有亲近主 其实你能看得到的 在四十一节里面 比特就问了耶稣的问题 我们一起去读四十一节 这里之前做了一些整合 怎样去等呢 促腰 警醒的心就是意想不到 得罪结果就是意想不到的福气 好了 我们一起读四十一到四十八节 预备一二三 比特说 主呀 这比喻是对我们说呢 还是也对众人呢 主说 那么谁是那中心又精明的管家 主人要派他管理自己的家博 按时定量分量给他们的呢 主人来到 看见博人这样做 那博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所有的财产 如果那博人心里说 我的主人会来得迟 就动手打同伯和是女 并且喝喝醉酒 在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候 那博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惩罚他 定他和不忠的人同罪 博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没有预备 又未信他的意思做 那博人要多受责打 至于哪不知道 而就了当责打达的事 要少受责打 多给谁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向谁多要 好 当彼得去向耶稣提问了一个问题 耶稣你刚才前面所说的比喻 是否我们还是众人 如果是我们 你想想比特是一帮十二门徒女 常常跟随主 我们还不警醒 这个福气就大大淋到我了 是否主将来要这样去服侍我呢 所以比特就问了耶稣这样的问题 不过耶稣没有正面去答他 耶稣反而去引申作为神家里的仆人 作为神仆人 就是仆人 一个仆人的领袖 你要怎样去做 耶稣就引出了两个仆人的例子 两类的仆人的例子 42到44节是第一类的仆人 第二类的仆人 45到48节是另一类的仆人 不过这类的仆人都分了三个层次 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说 我就尝试在这几只经文里面 我做了一个表 希望大家容易一点去看 希望容易一点明白 第一个表 第一个仆人 耶稣用了两类的仆人去做比喻 第一类的仆人 我们一直看的时候 42到44节 其实他说 他说哪一个是又忠心又精明的管家 其实是一个问题 如果作为主 他会选择一些仆人 是一个又忠心又精明的 说一下 昔日其实一帮有钱人 他们很多财产的 财产到他们是管不了的 所以他们一定要选择一些中心 或者一些仆人 或者称为奴仆 那些仆人以前都称为奴仆 这些是奴隶来的 怎样去管理他的家业 管理他的产业 如果根据罗马的文献 其实以前最低的奴隶 最低级的奴隶 他会放到远一点的地方 譬如在坊间 田间 帮主人耕田 去管理好他的产业 而主人看重一点的 放在城里面 帮他管理城里面的事 如果埋伸一点的 是更加给主人看重的 就是怎样呢 帮他管理家 管理他的仆人 管理他的家业 管理他的家业 他的下属 耶稣其实去延伸 其实在神家里 这两类人 都是神家里的仆人 甚至是仆人领袖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他就要看看这一帮管理家 所做的事 有没有去中心 有没有好好预备 所以上文里面说到 不单止要去警醒 去预备好 更加是有没有去 做一个中心精明的管家 是忠于神所托 不单止预备 更加要做得好 所以这两类的人 第一类的人 刚才说 一个中心又精明 中心其实是 说到一些你值得顺耐 精明其实说到一些 那些是很谨慎 而且是很懂得去分配 很懂得去处理家事的人 这一类的管家 第一类我称之为 中心又精明的管家 因为你从42到44节里面 他所作所为 其实你会看到 这是一个由中心精明的管家 这个无论是中心不中心都好 其实每一个管家的责任 都是需要管理自己的家僕 就是你底下有人跟着你 而跟着你的人 这些是神家里的人 意思是什么 这一帮是一帮职的领袖 神家里的领袖 他们要做什么呢 不单止管理好 还要安时定量 去分配 分量 意思是他不要偷懒了 他要去审查 审慎每一件事 老板交给他的暗号做好 不可以去拖揽 因为不知主人何时回来 所以他很警醒 很谨慎 很做每一件事 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当主人回来 他看到的时候 这个仆人就有福了 他的结果是 这个主人要派他管理更加多 是所有他的财产 而第二类的人 第二类的人 用的章节多了一点 描述多一点 第二类的人 其实也分了三类的人 不过我们看看第二类的人 第二类的人 我们称之为不中的管家 因为当我们看到 第46节的时候 里面他说到 当主人定这些人是不中 不中的意思是 说到如同一些未信的人 好像未信主那样 这一帮人 不中的人 神当他真的好像未信 而未信的时候 他的行为是怎样呢 这个人心里面去想 这个主人应该是迟回来的 不知何时回来的 所以 因为他这样想的时候 他就做了以下的行为 他的行为是什么呢 动手打他的同步 和事女 很粗劣 这个只是动手打 但可能不止 一个动手打可能是行动上 或者是言语上 有些人现在说 不单是群体欺凌 还有言语的欺凌 对不对 就是语言上欺凌 可能用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恶劣的行为 欺凌 神家里的人 甚至去吃喝醉酒 意思是 这个仆人只顾自己的享乐 你想想吃喝醉酒的东西是哪里 主人的家 就是要顾着自己的享乐 甚至浪费了主人的资源 我问你 如果你一个家里有仆人 有工人姐姐 帮你工作 当你托管你的子女 给他照顾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照顾好你的子女 甚至打你的子女 说雨伤的时候 接着回来 你去了旅行 交托给他的时候 去回来做什么 你见到家里开派 开派对 接着吃到周地都是花生 然后周围都是 走起分天的时候 你的感受会怎样 你回来会怎样 刺到天花板 甚至是什么 告他 因为虐待 没有好好管教 就是你托管他 没有好好做 这个主人 其实回来 你想想主人的心情 其实同样也是一样 他看到 很有趣 4月3节就说 那个主人 中博的主人 回来看得见 看得到 4月6节 其实没有说过 这个主人去看到 不过这个主人回来 知不知道呢 知道 其实可能这个知道 可能从身边人知道 或者回来看到的情景 都知道 这个主人知道的时候 然后他就做事了 做事是什么 做审判 其实这个说的是 他的结果就是做审判 这个审判的结果是什么 第一 这个 定他说是恶仆 一个不忠心的人 这个不忠心的人 就好像说 一如同未信主的人 他要做什么呢 重重地惩罚他 在和合本说到 要重重处置他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刑罚 他如何处置呢 其实原意是将他 将他砍为两半 你会觉得 哇 这么严厉的 是这么严厉的 作为主的仆人 神家里面的领袖 领袖来的这一班 不要忘记 不是普通仆人 领袖 所以 惩罚是重一点的 劈胃两半 腰斩他 第二类的人 就是不忠心的人 是去做什么呢 就是 如果在47节里面 你一直读 读到很脱落的 其实是另外一类的人 这些人 他知道 但是没有做 他知道主人要做的事 可能他不像 这个不忠的人 去欺凌 或者去打其他的恶仆 或者去罪走 可能不是这样 不过 这个的仆人 他知道 但是没有去做 没有好好预备 也没有信 从主的意思去做 他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个仆人 就要多受责打 是要被罚 他要被打的 第三类就是 那些不知道 不知道的仆人 不是很知道 主人要做的事 他都要受责打 不过去打小一点 那意思是什么呢 你不要常说 我不知道 什么天父的心意是这样吗 什么圣经是这样说的吗 我还记得 我以前 以前 我吃烟 我挑战了一些最后的老师 什么圣经有说 他说我没有吃烟吗 什么有说的吗 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讲 他说 人知道自己行善 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其实 知不知道神的心意 其实你可以知道 人所以受罚 不是因为他做错的事 而是因为他没有做对的事 没有做对的事 听清楚了 人之所以受罚 不是因为他做错的事 没有做对的事 没有做对的事 如果作为神仆人的领袖 你应是欠尽所能 去努力 去寻求 去明白神的心意 不要做一个无知的仆人 你要寻找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我们需要花时间去亲近神 我们要先求神的国 我们更加要去遵行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我们要负责任 我们做的事 我们要负责任 记住 这个是作为仆人领袖 今天我们信得主内 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 你有不同的职位 我们都是一个 可能你是一个 一个某部门 或者某团契 或者组长也好 你是管理中 或者你是受托 在服侍着 你要去留意 神给我们在最后一节 神提醒我们 一个作为领袖的原则的提醒 多给谁就要向谁多取 多托谁就要向谁多要 无论你有做 没有做 知道不知道 你是神家里扑应的领袖 你就要为你的行为去负责任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主的心 我们不断检视我们自己的生活言行 我们去寻求 神这个含不合你心意 我这样做对不对 我这样做好不好 或者我跟人家相处 我跟人家的关系 我跟人家的态度 这样含不合乎神的心意 我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 你要去检视 因为刚才说 我们可以从我们生活言行 待人处逝的态度 可以看到那些人和主的关系 因为知道主齐事回来 我们要有一个随时警醒的心 迎接主 以至我们所行的里面 去得荣耀 主得荣耀 最近如果你有去留意新闻 好像前几天 天主教有一宗丑闻 其实有时不时都会有 他说这宗丑闻里面 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是因为没有好好处理 当时教会面对一些问题 以至到容许了一个犯罪者 继续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去作恶 以至到酿成很多人受害 被侵犯 而这个疑犯 不单止去侵犯 伤害了人 这个是造成日后被侵犯的人 很大的伤害 亦都是成为教会很大的伤害 最后这个疑犯其实死了 这个疑犯死了 病死了 这件事先被揭发 不过很可惜 揭发了又怎样呢 那人都死了 但是这十几年 就是这十几年 那些人在十几年一路被伤害 所以这个教会令 最后要承担责任就是请辞 不过请辞又怎样呢 神的命被羞辱 甚至很多人受伤害了 所以作为神家里的仆人领袖 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 我们要做一个忠心精明的好管家 要不负神所托 如果不是 结果会很惨 不是只是你 你影响到你的 不是只是你负责 你影响到你的群体 甚至影响神的命 所以我们要去警醒 第三个部分 是认定主导无畏 无据见主面 我们一起读49节到59节 预备一二三 我来是要把火雕在地上 假如已经烧起来 不也是我所希望的吗 我有当受的洗 还没有受 再者是完成之先 我是多么地照急 你们以为我来是要使地上太平吗 不我告诉你们是使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相争 两个和三个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 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 就说要下大雨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 你们就说要燥热了也就有了 假无为善的人 你们要知道分辨天气的气象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是什么时代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判断是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冤家去见官 患在路上要尽力跟他和解 免得他拉你到法官面前 法官把你交给法警 法警把你下在监女 我告诉你就是最少一文钱还没有还清 你也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这里一开始 耶稣又说到如果他要来的时候 他要再回来的时候 他要用火丢在地上 在火里的旧约是说到一个炼症 一个审判的讯息 耶稣说他再回来的时候 他要进行一个公义的审判 其实在路加福音三章的时候 施洗药行曾经预言过 他来是用水去为众人作施洗 但是耶稣有一个之后来 就是指导耶稣 耶稣来是用火和圣灵 去为众人去洗礼 这个就是第五十节 你会看到一个洗字 一个洗就是一个受洗或者施洗的意思 通常洗礼和施洗都会和死亡有关 说到什么呢 因为有审判的缘故 所以耶稣说到他来这个世界的目的 都是为了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以至能够带来救赎的恩典 这个就是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五十一到五十三节 如果我们一直去看 原来耶稣来到 耶稣和大家 就是和门徒说 你不要以为我来到要使地上太平 我告诉你使人纷争 可能你就会有一个疑问 信耶稣 耶稣不是和平之子吗 信耶稣 信到为什么要吵架 信到为什么要纷争 信到为什么要打仗 其实这里不是说打仗 在说相真 分真 其实在五十一节这个分真里面 其实在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 而这个意思是一个直接性的意思 是说什么呢 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 是使人分裂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分真的意思是和平相反 亦都是有分裂分开的意思 之后就引用52节到53节 你会看到 在什么纷争里面 是说到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人际之间里面很紧密的关系 就是一个家庭的关系 无论你和爸爸和子女和妻子和媳妇都好 原来你会因为这个信仰制成纷争 制造纷争 是因为原来有信的人 有不信的人 有信主的人 信主的人不会带来纷争 唯有不信的人是不和的人 与这个信仰背道而迟的人才会带来纷争 52节那个纷争 其实是和相争同一个意思 和相争同一个意思 如果一路看 无论是纷争也好 相争也好 出现有几次是蓝色 有九次 是吗 我没有数错 一二三 九次 没有数错 九次是有相关 不过这是一个被动 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 是因为主的缘故 你会和你最亲的人 会带来一些不和 这个不和不是因为你和他吵架 而是因为信仰里的不同 的意思 举个例子 大家都听过我 曾经听过我信耶稣的改变 我年轻的时候 我和家里很不和 常常吵吵吵吵吵吵吵 甚至离家出走 我离家出走的时候 我妈想着已经没有了我这个女儿了 但不过当我信了主之后 我就和家人 就是神感动我 和家人复和了 好起这个关系 甚至和他们的关系慢慢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我现在每一个礼拜 我都有一个礼拜 每一个礼拜 我都会差一天去照顾父母 你想想一下 关系可以好得这样 不过当时我家人 其实不知我信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父亲很强 我都说我家是潮在人 我父亲就说一句 我们不敢说不 我父亲就曾经不知 有一次要跟我们家人说 我们家人不信耶稣 谁信耶稣呢 我们就跟他一刀两断 不要回到他们家 那时候很小的时候 我不知道小学 这样去听 很害怕 怕爸爸 这样去扭 所以我一直信耶稣 我不敢跟家人说 我信了几年都没有跟家人说 你想想 我清智要回教会 其实我很聪明 一直回教会 没有人知道 又很坚持回教会 我觉得也挺好 就是因为经历过 但是当时就去到我要受浸 受浸一个月前 其实要跟家人说 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们未结婚的那些 受浸要经父母同意的 你父母不同意 你是浸不了的 但是结婚的那些 你要经配偶同意的 所以每一次受浸的时候 会问你这件事 所以不是你喜欢浸就浸 那时就很紧张 就来一个月了 真的要浸礼 那怎么办呢 父母还未知你信主 那怎么办呢 接着不行了 都要说 丑苦也终须要见家庸 那怎么办呢 有一天 家人吃饭开台 我怎么让他知道呢 我就蹲下头 祈祷 接着我爸问我 你干什么 我说我祈祷 你祈祷 他说你信了耶稣 眼眸 很凶恶地看着我 我躺着一会儿 很害怕 真的 冷汗从心里面飘出来 我记得这个画面很害怕 另外一件事 当时我都跟我的朋友说 我信耶稣 作见证 我信了耶稣 要作见证 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你信耶稣 我跟我的朋友说 我信了耶稣 那这些朋友 经常偶然就 遗憾我取笑我 那他们怎么取笑我呢 还要以行动来 去遗憾我 那他们通常 一帮朋友出街的嘛 约出街是什么呢 约礼拜日 那他就说 哎呀我们去哪里玩啊 哎呀好开心啊 约了整群朋友 接着呢 他说 你没有约 你都不够时间的了 你礼拜又回教会了 那他经常用这些方法 那 但是呢 对于我来说呢 就是 我的抉择呢 仍然坚持在主理里面 我仍然 就是 相信呢 就是 我选择神是最好的 所以 我无论 无论家人的反对 家人的回应 甚至身边的朋友 那个的回应也好 我觉得呢 就是我也有 抉择在神里面 不过 就是我想说 我爸爸之后怎样呢 大高尚之后 说完之后呢 其实很有趣 那么呢 我爸爸有一句说话呢 我觉得 哇 让我很释怀的 他就说 哇 难怪你现在改变了这么多了 原来你信了耶稣啊 信耶稣都挺好啊 那你去信啊 你有你信 我有我信 这样 那我很感恩 是 我很感恩 那么呢 之后呢 我爸爸还在一些 未信主的亲友面前呢 告诉别人听 我信了耶稣 这样 甚至为我作见证 所以我非常之感恩 原来当我认定主导的时候呢 在我信主的历程里面 虽然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呢 更加坚定我的信心 以及我的成长 我不知道 特英姊妹呢 在你信仰里面呢 你没有面对不同的挑战 或者可能在你生活 在你经济上 在你朋友相处之间 可能你都会面对不同的挑战 你会怎样去选择呢 你有没有因为主 你而坚定去持守呢 我的大儿子呢 就在舞堂那边去上教会 因为他一直在那边长大 所以我过了这边侍奉 我没有特意拔他走 因为我觉得 他自己去选择 那边一直回教会 他们那边服侍 不过他就跟我说 他说妈咪 不知为什么呢 我们团界现在越来越少人 跟他谈谈 他说其中一个原因呢 他们是星期六下午的 好像跟这边青少年都是我一样 如果说这些呢 我现在纯粹是 跟我儿子的对话 听他说而已 如果有类同事属巧合 没有其他反射反应 儿子就跟我说 其实我也知道什么原因的 因为其实是星期六 那些小朋友走了去补习 他说不单是补习 他父母其实是上教会的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父母上教会也叫儿子 团契时间去补习 所以他说现在那些组员 因为越来越少 关系越来越疏 以至到他现在 你说要去上教会 去亲近神 那个界限越来越低 他们没有 所以他的团契是越来越少人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 在你挣扎里面 你怎样去选择 另外一件事就是 讲多个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上个月一个大日子是什么日子 什么节 十月份是什么节 万圣节 大家都知道 有没有去庆祝 那你们乖 我一起告诉我 他说妈妈很生气 他说我看IG 我那些认识的基督徒朋友 弟兄姊妹 他是基督徒 他出去庆祝万圣节 然后说万圣节快乐 他说有没有搞错 他们知不知道万圣节是什么 大家知不知道万圣节是什么 其实是一个鬼节 慶祝鬼节 但有些人其实不知道 甚至有些弟兄姊妹 告诉我 他的学校的基督徒老师 都去慶祝万圣节 说万圣节快乐 都不知道是什么 就说万圣节 什么都说快乐 所以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 你听完的时候 你没有些差异 其实每逢临近这些节日 无论中国的鬼节也好 西方的鬼节也好 其实电影电视 都有很多这些宣传 很多这些节目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 有没有去参与 有没有一起 因为一个好奇 你去妥协一些东西 求主帮助我们 有很多东西似是而非 我们要去警醒 我们要为主的道 我们要去坚持主的道 我们要跟他相争拒绝这些事情 五十四到五十六节 其实耶稣提醒一帮人 他说你如何去分辨 你可以透过自然的景象去做出分辨 去提醒信徒 一个要有熟灵的辨别能力 在巴勒斯坦地 其实他们如何去看到不同的天气 就是透过看风、看云 就可以辨别何时会下大雨 何时会有光草 何时会潮湿之类 他们就会做好准备 耶稣亦是责备那些 假无为善那群人 那群人其实对这些天文学理 是很聪明的 但是为什么你放一些 那么肤浅的东西里面 而对于主在内 对于末世 对于神在内 要做审判的时候 你没有好好预备自己呢 他再来的时候 神一而再 再二三去提醒 他会回来 但是你有没有好好预备自己呢 接着耶稣就是鼓励一帮 跟着他的人 你要趁着这个机会 要与神和好 趁着主来审判之前 你要与神和好 所以耶稣用了一个比喻 用了一个例子 就是即使你欠人 一小文前未还 你都要去归还 你都要去还清 什么意思呢 你欠人的就是欠人 如果在天国里面 你一点点的罪都不能够容许 你欠人就是欠人 所以耶稣来到是什么 你无力偿还 你欠一点点 没有人能够自己去清还所有的罪 你欠一点点就是欠一点点 所以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世界干什么 是为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的罪 以至帮我们去偿还 以至我们能够 恩着神的救赎 我们能够得着主的恩典 鼎姊妹我不知道 你信了主有多久 神提醒我们 当祂主回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一个无惧的心 可以迎见主 你有没有可以很清洁的心 来到去迎见主 你有没有好好处理自己 去迎见主 人生有很多很有限 不是我们可以容易去掌握的事情 神提醒我们 要把握你的时间 当主未来到的时候 当未到审判之先 你就要去抉择 你就要去选择 去回应 昨晚我收到一个电话 我姐姐突然间WhatsApp 我妈就暈倒在这间房间 不是很清醒 真的尽力拍醒她 拍醒完之后 她言语不清 担心她轻微中风 我姐姐很有趣 WhatsApp我们 不会自己叫白姐 刚好我的儿子又在我妈爸家 我儿子就打电话给我 我说我立即叫白车 还要在救护车里面 救护员问我 其实我不在现场 我也不知道怎么对答 我说是因为有家人在这里 所以白车立即叫她 当时我在家 还跟两个孩子一起 我就跟他们一起说 我们一起为婆婆祈祷 我们立即为婆婆祈祷 祈祷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知道人生 会有迎见主一天 其实我们要去接受这个事实 当我们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好好去面对 不过我最担心就是 我爸妈未信耶稣 我爸妈未信耶稣 因为有一些原因 一些历史 我爸特别很爱国 面对西方 觉得西方一入侵很反感 所以他们未信耶稣里面 我很照顾 我祈祷不是只是 他得不得医治 而是他能不能得着拯救 跟小朋友一起祈祷 都感恩 尽快去到医院 暂时都是轻微 其实未知的结果 因为医生还在检查 但是 我觉得 人生有很多事情 不是我们去掌握得到 你不要等到 你很艰难的时候 你才说你信耶稣 又或者 你信了主一段时间 你趁主没回来 尾到审判之先 你有没有好好处理自己 去面对里面 你有没有一些 是犯罪得罪了神 得罪了人的 你要去不断处理 如何处理 每一天 你有没有时间反省 夜晚 临睡之前 去反省一下 去祈祷认罪 或者神提醒你 你要好好处理 如果你未接受耶稣 我鼓励你 你要尽快去接受主 求主帮助你 不要到最后一刻 来审判之先 主回来的时候 你才说你信 没什么机会 我们为地上的事情 很多的努力 刚才一开始 很多事情可以预备 为我们的孩子 可以去努力 为家人预备 为所有的人 好好努力去预备 为巧笑预备 为前女预备 为了退休安向万年 你每一天都预备 但是你又没有 为主再来 要面对主的时候 面对日后的审判 你又预备好了吗 你又没有 勇为主的身在日常生活里 常常去警醒 等候预备主 你又没有 在作服事里面 你愿意做一个 忠心精明的好管家 不负主索托呢 面对熟悉的挑战 你没有认定主 以至你无惧 当你面对主的时候 你无愧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去祷告 鼎姊妹 这一刻我很想你 用小时间 为你自己祷告 如果你信了主 这一刻 神提醒你些什么 当你要去面对主的时候 你仍然 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亏欠 或者 是有愧 你来到神面前去祷告 倘若你还没信耶稣的 我愿意帮助你 可能完成了送费之后 你告诉牧者 或者顶姊妹听 你想信耶稣 我们跟你祈祷 有一段时间 让大家一段安静去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来自下救赎的恩典 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知道我们的限制 你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恩典 但面对 当我们要去迎见主的时候 求主给我们 不要以为主迟迟都不回来 而给我们有一个 常作准备的心 当我们面见主的时候 我们是无惧 求主给我们 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有一个 紧守敬备主的心 以至到我们 可以随时上出准备 去迎接主的回来 求主帮助我们 倘若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求主给我们 能够靠着你 能够去得力 能够靠着你 勇于去改变 求主帮助 多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明靠 阿们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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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待